那个时候受欺负 我被打了 我爸妈问我为什么不动手 我说因为我初中的时候 问我妈妈 我说我被别人欺负 她说你不要惹别人 你不要去闹事 这是最好的方式 当时我爸妈大吵一架 当我爸跟我说 随着我没受欺负 你就打回去 说不该怎么样 有爸爸在这儿 回忆起过去往事 忍不住累崩 王兴岳主演《沐浴云间》 深受大家喜爱 近期录制综艺节目 聊到高中时期 被同学欺负 还导致父母失和 当场情绪溃提 是我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受欺负 然后被打了 我爸妈问我为什么不动手 我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 问我妈妈 我时候被别人欺负 她说你不要惹别人 你不要去闹事 这是最好的方式 我妈妈跟我说的 当时我爸妈大吵一架 那么是 好 哼哼哼 就是我妈妈不是那种 懦弱的妇女啊怎么样 就妈妈只是想就是一些事情从减 不要有太多的矛盾发生 我爸爸也是那种 当时的那个情况就是你在外面说这么多围图 为什么不跟家里说呢 谢谢 你要跟我妈打敲一下 等我爸跟我说 所以在外面说情话你就打回去 说不管怎么样有爸爸在这 就那句话 我感觉呢其实大家很出动 你说在那一刻的我就是说很 就是很很难受的那一刻真的是 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听我 说这个东西我就很感兴了一点 首先一个压力 这是一个也是我刚刚说的那么一个情绪的心身口 忽然收拾了 嗯 开心了已经 那种书洞有魔力 包括人格在边上 让你不会有负担 没有那么孤独在这 我们来 fin这边 我们来来 找人要 我们可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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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